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我们这样的一个V系列是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的V系列呢 这个叫上帝的指纹与国度人物主要的思路是 借着一点点个人属灵经历上的见证 也就是说比如我个人 当然以后会牵涉到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 比如我个人与某位国度人物的相交 同工 接触 认识 并且从中间清楚地得到 神在中间的供应 建造 牧养和对我的帮助 甚至只是得到一点点的感受和感动 但是是经过了特别的判断 确认 见证 是神的同在 是神的引导 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祝福 是神的影响 并且留下了清楚地长期的这个证据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微系列的一个目的和它的一个特点 它不是一个讲见证 它不是一个讲我所认识的谁 它不是一个好像我们来提一提某一位领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不是的 虽然它的内容听起来像是这样 但是呢 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 它是一种的观察的方式 思想的方式 认知的方式 服侍的方式 归根到底 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们把它可以称为上帝的指纹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所以它跟我们平时的所谓的回忆录 见证分享和信仰天录上的所见所闻很大的不同 它重要的是第一 我把这样的分享集中注意力在所讲的对象身上 它的其实集中的注意力不是讲我们要讲的这个对象 比方说我上一集分享到王永旭牧师 无论 我不管我是如何的敬重王牧师 毫无疑问 我是非常的敬重他 也觉得非常的荣幸 可以有一段时间 跟他在中国学人培训营里面同工 但是 他对我的15分钟的一个分享的一个凭借 评价 叫我来惶恐不安 我觉得他高抬了我 我也觉得他令人难以自信的谦卑 他说出了那一番话 但是我的核心是说 王牧师的认出我信息里面分享的上帝的指纹 以及我在那样一个时刻 能够认出来这是神介入的一个时候 让我来分享 就隐含着神奥秘的指纹 叫人低头敬拜神 敬畏神 他背后是这个意思 第二 这种的追求和侍奉方式 生活方式 其实比平常我们所说的 我们常常熟悉的 感谢神 一件事情成就了 太高兴了 达到了我们祷告的期待 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虽然一件事情成就了 一件事情发生了 我们也是感谢神 但是我们会留意和意识到 啊 神在这里 神与我同在 神是在我们的前面开路 预备 保守 神在我们的中间引导 神在我们的里面指教 所以除了感谢神 之后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还会多多的停留在心里面 回味 疏离 敬拜 敬畏 还在某种的震撼的里面 想到哇 神是这样的 以是借着圣灵与人相交 别人是看不出来的 这也就是说他有某种的奥秘性 或者高难度性 似乎大家都看见了 你看见了 但是你看见的比一般情况下 比别人更多更透彻 这是他的很难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不一定讲得出来 第三 这种的追求 侍奉方式 生活方式 是更细致 更明确的需要运用和操练信心 因为当我们自己在经历的时候 就像我长期在经历的时候 我就会问 这一切是真的吗 神真的让我看见了 别人看不见的吗 神真的让我能够听见 别人没有听到的吗 神真的与我同在吗 所以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 长期的一个实证的模式 和表达的方式 其实在过去的40年的漫长过程当中 神也是渐渐的开启和开恩 让我来经历和认识的 这种的眼光和途径 看上去 我们再一次来提示 就是跟平时教会中的见证 分享教导 服事 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但恰恰 这就是他的奥秘所在 你看见了 一般的时候看不见的 你听见了 一般的情况下 人听不见的 你想到了 一般的时候 人想不到的 或者很多的时候 别人跟你看见的 别人跟你一样听见的 别人跟你一样想到的 他觉得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都是圣灵暗中的启示 工作和开恩 所以呢 我是非常的盼望 也求神怜悯 让我可以来越来越讲得清楚 明白一懂 能够真的是把这样一条奇妙的 一个一条追求的路 来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呢 简单跟大家分享的国度人物 是苏仁峰牧师 可以说他曾经是 应该现在也一直是 全球大陆事空的风云人物 根据上面我所总结的三种的特点 这就发生在苏仁峰牧师的身上 在跟我的交往当中 我所看见苏仁峰牧师身上的 这些的上帝的指纹 或者神借着他 坐在我的生命当中 让我能够看见的 我领受的上帝的指纹 别人也看见了 但是可能得出的 不是这样一个结论 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 苏仁峰牧师的背景是教会历史 或者他比较经常是从历史的角度 来看来服侍 神的教会和弟兄姊妹 简单的分享几点 就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 就是89年 这个大陆的弟兄姊妹 有一个福音的浪潮 涌进了北美的华人教会 那么他在这个时候 就是借着海外校园这个杂志 那么就不断的来推动 不断的来鼓励 不断的来服侍 各地的大陆的弟兄姊妹 不单是北美 而且是全球 但是在这里面 我自己的看见 而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就是他对于大陆弟兄姊妹 领袖的栽培 提拔 任命使用的 这个历史时间点 是非常的恰达好处 他好像遇见的人 所谈的话 所能够给弟兄姊妹的鼓励 这些领袖同工的鼓励 对他们的栽培 好像就是在一个 恰到好处的历史时间点 我看见他跟很多的大陆弟兄姊妹 同工领袖的这种的对话 这种的一起的同工服侍 看到他的谦卑 看到他给他们的指出的方向 或者跟他们的分享 是我认为是很多的 在当时的大陆弟兄姊妹 没有看见 他那个时候也邀请 张璐家牧师和我 在四届的中国学人培训营里面 做大陆事工的顾问成员 来一起的策划 来一起的来交通推动 那么在这样一个顾问委员会里面 我提出来的很多的建议 大多数书文夫牧师都采纳 而且在营会当中 他也让我每天早上带灵修 那在后来 他也邀请我来写 牧养教会这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到现在已经 二三四年了 但是这里面的还是有很多的 牧养教会的原则 这些的方式 这样的心得的里面 对今天大陆 弟兄姊妹教会 还是非常的适应 他也看到我们在新墨西哥州的 这样一个教会的章程 我当时写完以后 就请他来帮我看一看 那么花了一年时间写 我们也参照了一些北美的 华人教会的这一些章程的 这样一个特点 但是在里面 我是融合了山源河流的 这样一种的元素和框枪 所以苏牧师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在全北美的 大陆人的团契 侍奉聚会里面 还没有看到有一个章程 写的这么好的 那直到今天 我们这个教会的章程 人就在使用 现在因为三十年之后 需要有所的修改 那这样一个章程 因着苏文峰牧师的这样一个鼓励 这样一个肯定 他从历史的这个角度的眼光来看 所以我也就借着这个章程帮助了不少的其他各地的大陆背景的教会团契 起草了起草的章程 那个在全北美有不少的其他的教会 我都帮助他们来起草这样的章程 那第二点 就是苏文峰牧师对于大陆事工的这个历史的时刻 或者是说在大陆事工的发展 其中的一些历史的事件 他都有一种独特的眼光 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特别的一些的带领和贡献 比方说他编辑的一个这样一个大陆事工的培训手册 无论是从神学 无论是从传福音 无论是从问题解答 无论是这个圣经的栽培 这种的新约旧约圣经的这种的重览等等 这样的一个手册 包括他在各地的弟兄姊妹当中 对他们的同工的这个培训 都产生了很大的和持久的影响 他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提出了 大陆弟兄姊妹的团契怎么样转型为教会 他也在一些大陆弟兄姊妹 在当地的华人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 他也提出如何鼓励大陆弟兄姊妹 融入当地的华人教会 到了后来海外校园这样一个杂志社 苏牧师也提出了 是一个大陆事工的一个资源中心 是一个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中心等等 他的这些的带领 他的这些的服饰 他在这些的提出 我从后来在这些的观察 这些的学习里面 看见这个就是上帝的指纹 上帝的工作 借着苏牧师有非常好的 恰大好处的这样的一种的影响 这样恰大好处的一种的带领 那么第三就是苏文芳牧师 对于大陆事工的一种独特的眼光 历史的角色和定位 也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恰大好处 对于他的一种的界定 归类解说 借着一些的书籍 借着一些的培训 借着一些的分享 对北美的大陆事工取得了非常重要的 一种的奠基性的推动性的这个作用 比方说 他的一本书 也是总结了大陆事工的一些的历史 现象 这种的神的工作 他也提出了有四种的大陆事工的模式 在北美 比方说第一种模式 是大陆弟兄姊妹在当地的华人教会 参加聚会 第二种的模式 是大陆弟兄姊妹 在华人教会里面有特别的堂会 那教会有香港的粤语堂 台湾背景的港台背景的这些的华侨堂 还有大陆弟兄姊妹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族群的一个堂会 那么第三就是在西人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团契 或者查经班或者这样的细胞教会 那么第四就是大陆弟兄姊妹的独立教会 那么我们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 华人基督教会就是一个独立的教会 我印象非常深 说牧师对于每一个类型的教会 他们的优点 他们的局限 他们特别的挑战 他们特别的在神面前的这个神的恩典 他都奴隶了一个表 所以我对独立的教会 这样一个大陆人为主体的教会 这也特别的一个阿们 就对于苏牧师所写的 什么叫做大陆弟兄姊妹为主体的教会呢 就是传道人 主要的同工 主要的弟兄姊妹的群体 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那我们在西墨西哥州的这个教会 就是美国的第一间大陆人为主体的教会 是1991年就开始了 事实上1990年就开始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 他是讲到这样的教会是最艰难的 最辛苦的 最没有别的资源依靠的 但是他们所产生的领袖是最强的 当时我看到苏牧师这样写的 我是非常的阿们 因为基本上我们没有任何的依靠 我们就是单单的来依靠圣经 跪下来祷告几个小时依靠神 依靠弟兄姊妹彼此的一起的追求 是这样的 所以他的这种对大陆事工的独特的眼光 大陆事工在历史上的角色定位等等 这些都是我看到是神借着他坐在大陆事工中的上帝的指纹 那么最后我也认为苏恩风牧师他们海外下云 现在已经是有这个周年的纪念了 也是有30年的周年纪念 所以呢 我们非常感谢神也非常感恩 苏恩风牧师对大陆事工领受的托付 他是有特别托付的 那在苏牧师的带领下可以看得到 海外的校园事工是专注于从校园学人为根本 从圣经扎实的查经训练为根本 从基层的领袖培训为根本来开始 所以经久不衰 一直的长期的对北美的 对全球的对中国大陆的各地的这些的大陆事工有长久的影响 所以最后我也想分享的就是说苏牧师的眼光和胸镜是非常博大的 在那个时候我提出了邀请黄德恩老弟兄来参加中国学人培训营 也得到了苏牧师大力的支持接纳和同工的合作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黄德恩老弟兄也是有他特别的一些的看法 所以他对于在这种讲言分享之后 大家一起的鼓掌 他觉得非常的不应该 所以他就提出来 这样一个不应该鼓掌 我记得当时是在大唐的里面当着所有的人里面 黄德恩老弟兄就不高兴 就是不能鼓掌 所以苏牧师也是凭爱心说诚实话 他也很温和的说 我觉得鼓掌配手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所以感谢神我看到领袖之间这样的彼此的和睦 那么我自己提出了山元河流的这样一个观念 那么我认为苏牧师是非常明显的 是恰到好处的 借着圣经传统福音传统连接了其他的圣徒圣灵的传统 汇聚了广大的基层教会和这个同工的资源 服侍了整整的一带 是一个极大层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也是一个国度连接山元河流的上帝指纹的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感谢神也求神继续的祝福 苏牧师和他们的校园的这样的事工 也超级的流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